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龍來遜結合Sharp GPT 等一下會帶到龍來遜是什麼東西 高雄市是全台灣唯一 它是一個城市 它有足夠的供給量 因為它農地夠大 然後它也有足夠的需求 因為它人口也足夠產生這些 就是農業上的需求 所以它是全台灣唯一供給跟需求都有的一個城市 現在地方有三個大的痛點 第一個是缺工 第二個是栽損 第三個是節能 現在都有ESG的議題 所以像地方的需求 第一個是持續的推動智慧農業 希望達到省工省食還有精準農業的目標 這是地方的第一個需求 所以我們就開發了AI全自動化了物聯網的控制系統 這可以來促進ESG的智慧節能與成功 第一個我們有AI的感測模組 就是可以感測相關的數據 然後我們自己開發物聯網平台 它除了物聯網蒐集的秩序之外 它是一個訓練的平台 透過這個平台的話 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開發的控制模組 就可以實現全自動化的自動控制這樣子 那這個控制的過程 除了數據會只上傳到資料到平台之外 控制器它其實也可以一直丟資料到平台 所以它可以雙向溝通 所以在這個過程 它我們的平台都可以做資料的整合 等於是說可以即時運算 我可以結合好幾個平台 然後做即時的運算 所以在即時運算之後的結果 我可以再丟給控制器 去做相關的控制 所以現在在Web的時代的話 我們的介面可以 就是等於是做數據 它可以即時的分析 因為我們控制器 我們是做5秒就丟一筆 它是一直丟的 所以它的數據就一直跑 就是即時的顯示這樣子 但是我們不可能每個User 都會讓它儲存那麼多資料 所以我們會把它後面的刪掉 那也會定時30分鐘 或一個小時把它記錄一筆 那為什麼要記錄這個關鍵的數據呢 這樣我都有長時間拉長 有的它想要看一年或半年 或兩年的數據 我就可以跑出這段時間 它控制器的相關的變化 那有了這個變化之後 我就可以有一個修正的依據 對 一個量化的標準這樣子 那NASA的最新研究就是 這個全球暖化 它會讓植物的生長變短 影響到產量 那這個部分呢 有到5到30% 所以前面的部分呢 是屬於硬體的部分 就是我們可以靠科技呢 來控制一些設備 然後達到節冷 或者是控制就是 我們一些相關的設備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呢 氣象的問題呢 那可能還是需要另外一個部分來解決 所以的話呢 像高雄市的第二個地方需求呢 就是它好幾年了 它推廣這個建制高雄龍來訓這個系統 那這個系統是什麼東西呢 它提供全台40年的氣候資料 然後呢 超過100項的作物的一個產期 防災局管理的專家系統 那這個系統的話呢 它有獲得就是 智慧城市創新用獎 它有得到世界的資訊科技大會的這個 相關的獎項 那也是政府數位創新應用服務的 亞太地區的首獎去年 那它就把這些 它累積的這些資料呢 提供一個API出來 那我們就可以去接接它的API 那接接API之後呢 我們就 龍來訓它本身也有開發它自己的APP 那它提供這些API給我們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它做成一個動態的一個 這叫做作物預警 以及動態產生的作物防災報告書 那為什麼是動態產生呢 因為我們農業資料不可能說 都是用固定的嘛 那固定你就沒有那個 就變成你就是參考一些舊的資料啊 所以它的一個優點就是說呢 它會一直針對作物呢 去更新它的相關的這些資訊 所以它是動態的 就是譬如說我們這個月呢 是荔枝跟荔枝有關的產期 那荔枝的作物的資訊就會跑出來 那所以呢 我們像我的話呢 我們像我一般借接API 你借接的話的話呢 它會動嘛 所以我們就需要再弄一個晶片 然後那個晶片呢 自動去跟它同步化 就等於自動把它的平台呢 同步到我的平台 那晶片就讓它自己在那邊跑 所以這個部分呢 同步的話也是需要一顆晶片去做處理這樣子 那這個是全 它是同步化全神的 所以它 我們在晶片在處理的時候 也是一個縣市 一個縣市這樣同步 那我們不可能人工啊 全台24個縣市 就24條要處理 所以我們就把它寫成那個程式 讓它晶片自己去跑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平台呢 就可以動態的產生這個報表 那可以做什麼事呢 第一個 作物防災告警 然後第二個呢 比如說你這個作物的生產管理的建議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作物生育期的查詢這樣子 那農民就可以有這一個報告書呢 去參考說 我現在作物呢 遭遇到什麼事情 然後我怎麼預防 就有這些參考的依據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前面有提到我們有硬體嘛 那硬體我們 我的強項是做控制嘛 那你要怎麼做ESG呢 那我們就參考前面有通過這個ESG 是一具認證的它的結果呢 來把它量化 所以我要量化的標準是在哪些呢 這邊我把它整理出來 第一個 你要維持目前的生產的水準 你如果維持生產的水準 我就可以定義說 我三年內要減少碳排量3% 那就一個目標了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我可以透過自動化呢 來取代真夠 就是不要再多買機器了 用線來自動化來處理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我原來設備要處理的時間 我把它降低 譬如說本來處理10個小時 那我把它降低到2個小時 那我就有一個量化的標準 那我就可以拿這個來去做認證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定出我們ESG的策略 那接下來軟體的部分呢 我們就在龍來訊的基礎 就是這個是龍來訊的基礎 那這個基礎呢 我們去結合Sharp GPT 那我們就可以得到全球的解決方案 這樣子 那怎麼做呢 像我們跟那個龍來訊 借接好之後呢 我們在後台呢 把農民設好它的縣市地區還有作物 那點這個介面它自動會帶出來 因為我們可以把它沉濕自動帶出來 帶出來之後呢 就是說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你現在的這個作物啊 它的警戒指 這是從龍來訊同步出來的 他說 你現在日降溫兩度一息以下 就可能延遲成長 影響到你的這個收穫 然後還會給你建議喔 譬如說你的防範建議呢 就是說 你要注意溫差啊 適時的注意溫差 那現在建議的話就一條嘛 那我們如果結合AI的話呢 就有全球的解決方案 那就很多條了 所以呢 我們就在龍來訊的基礎上 我們來接接Sharp GPT 然後呢 我們系統可以自動產出這個GPT的指令 GPT的指令 它也不是程式 就是我們要組合出一段問話 然後讓那個GPT來回答 所以是組合一個GPT的一段問話這樣子 好 像這樣子 第一個步驟呢 譬如說這一串呢 是組合出來的這個GPT的指令 然後那個紅色框框 就是龍來訊它的那個座屋的告警 有沒有 兩度C 所以呢 我就把它組合說 你現在遇到這個情況的話呢 要怎麼解決 然後就丟給這個AI去處理這樣子 然後它就會回應回來 它跑完之後呢 就會給你這個回應 那這個回應的話呢 我後面這個指令 我都會要求它附上這個參考的依據 就是你這個解決方案的來源在哪邊 所以呢就會在下面 像這個是台灣農業資訊網 點點點的 那它這邊就會幫你整理好啊 第一個怎麼做 第二個怎麼做 有沒有 針對這個作物這樣子 那這樣跑一次就是一次運算 像AI是算那個有收費 它是那個收費是靠算力的 所以跑出來這個結果呢 其實是有價值的喔 它是 它是要算錢的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功能 讓它可以把這個結果呢 把它存下來 所以它就可以把它存下來 那它再重新跑一次的時候呢 這個建議會不太一樣 因為它的參考來源又不一樣了 所以它就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呢 去收集呢 全世界相關解決這個東西的解決方案 那我存起來 像農民有的大家不分享嘛 不分享 大家這個累積有了自己的資料庫之後 它其實農民就會越來越聰明 因為它擁有的解決方案呢 就越來越多 對 好 所以呢 這個龍來訊呢 跟ShopGPD呢 這樣組合出來的話呢 它的基礎就是這樣子 第一個 你有龍來訊多年累積的資料 你要一個 它的模式 就是通常類似這樣子 你要先拿一個多年累積的資料 當成它的base 基礎這樣子 那有這個基礎之後呢 像剛剛那樣子 我會先展出第一個建議這樣子 那有這個建議之後呢 我們再去組合出呢 GPT的指令 它有這個指令之後呢 它就可以提供全球的優化解決方案 那我們在最上層的話呢 就是給農民看了 它就可以把這個結果呢 存下來 那我們就可以查到AI提供了 全球最有價值的這個解決方案 這個模式可以應用到很多地方 像我還有另外一個應用 我現在有整合全台灣的上市櫃公司的ESG的解決方案 那是不是就這個底層呢 那我呢 比如舉個例子 裡面有台積電 那就把台積電它有相關欄位啊 我就把它組合成一個GPT的指令 然後我就要GPT告訴我說 台積電今年的ESG的策略是這樣子 那如何優化 一樣的原理 那那個AI呢 它就幫我把台積電呢 今年的ESG的策略呢 再把它優化出結果 然後讓我把它存起來 那現在很多企業就需要這個東西 因為它想要知道說 別人怎麼做的 我有沒有更好的方式 我怎麼改善 這個東西這個模式 就可以應用在很多領域上面去 那所以我有連續兩年參加這個 高雄市智慧農業的煤盒會 所以呢 就有積極的在接接這個 農來訊這個系統這樣子 所以才會有這個農來訊 跟ShopGPT的這個組合出來這樣子 那我現在呢 這個系統把它應用在呢 灌溉 溫控 還有光控 像我們就在大樹呢 高雄大樹實現的高山呢 透過光控來防製浴荷包 好的蟲害 高山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Wi-Fi 那個也解決了 你知道我們的Wi-Fi 像比較 如果有在網路聯網 可以跟你分享一個訊息 像你在都市的話 你這個收跟接都很順利 就是Wi-Fi在傳輸的時候 那你到比較偏遠的地方 你會發現奇怪我怎麼 常常會收不到 那其實Wi-Fi又有通 那是什麼現象呢 就是你的晶片 它丟出去的時候啊 它沒有回應回來 就風包抓不到 所以你會發現呢 就沒辦法雙向溝通 所以像有的在玩那個 NBIoT的時候啊 他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奇怪我怎麼丟出去 怎麼好幾個小時都不見了 那就是風包跑掉了 所以通常要做一個程式 就是說我丟出去的時候 我要一直等它回來的時候 再往下一步 你這樣就會得到一個 穩定的網路這樣子 像這我也是測試一年 所以才在高山上 高山實現這件事情這樣子 所以透過光驅蟲的方式呢 可以達到98% 就是說透過這個控制 我們用那個光控啊 我上面裝一個那個 日照的感測器 它會自動啟動這個光控 那它就可以有效的 防止這個光驅蟲 因為在高山的地區都沒有電啊 所以就是100%要靠綠能 這邊來分享說實際的應用 像剛剛我們前面有提到控制器 有沒有 它全自動控制會變怎樣 剛開始導入的時候 這個是用在那個灌溉 那剛開始的話 它控制那個水量不是很穩定 你看不是太多 不然就是太低 但是你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之後 它就可以達到穩定了 那這樣子的話呢 那這樣子的話呢 中間這個距離出來 有沒有 那就可以從這個節水量呢 去算出我每年 可以省多少公斤的二氧化碳 那這樣就有一個依據啊 不然用講的 沒有辦法認證 對 但是如果說能夠 我連控制器的數據呢 都可以產生這個形狀 那個圖形出來的話 那這個就有一個依據的標準這樣子 所以後來這個農民呢 他去年的話呢 有三十幾家的媒體報導 所以他去年都在 都在報導啦 上節目啦 那個錄廣播這樣子 對 那我們現在應用在呢 這個玫瑰的花農 他在做什麼呢 來做這個改善良率 我們剛剛說前面的節 他可以導入硬體來做自動控制 他也有軟體呢 來告訴他一些解決方案 那這兩個加起來的話呢 把他應用在他提升他的良率 如果能夠提升的話呢 那產值就會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呢 的產能是五千株 他主要是做 把這些消給這個交工廠跟外銷 他只要產能拉起來 他整個的收益啊 整個就上來了 所以這個就對 他們就會有幫助這樣子 那他呢 現在也要擴展到他旁邊的附近的溫室 這邊有一百多棟溫室 都要來做玫瑰花 那這溫室的話呢 你這樣整個串連的話呢 很複雜 所以我們就需要把它模組化 就等於把這AI的控制系統 把它模組化 所以呢 要做成三個特點 第一個 模組 我可以每個溫室呢 快速的來導入這樣子 然後可以應用在灌溉溫控光控 然後呢 透過AI來幫忙做節能 然後他也可以隨時遠端控制 那也可以現場手動 所以呢 最後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右上角那個是我們的這個 AI的控制模組 他不是只有控制而已 我們剛剛有說嘛 他會即時的運算 然後呢 即時的產生圖形 或做很多事情 所以有這顆裝上去之後呢 他會去控制那個激電器 然後激電器再控制 旁邊的這個小電流 去控制他的大電流 然後去控制他的交流 的那個灌溉 或者是相關的設備這樣子 所以呢 可以全自動化的工作 然後可以隨時的遠端遙控 那這邊有一個範例喔 農民只要在後台呢 設定他的低標跟高標就可以了 比如說我最低值跟最高值 那這邊用一個灌溉的範例 當我的這個土壤的感測器呢 往下碰到紅線的時候 它就會開啟開關 然後呢 設備就會把這個數據呢 拉上來 有沒有 藍色就上來了 然後上來之後呢 達到目標之後呢 設備就會停了 那等感測器的 慢慢衰減到一定的數值 又下降到碰到紅線的時候 它就在啟動 所以它就可以全自動的 所以農民的話以前就是看感覺 現在全部靠數據 然後全自動去做判斷這樣子 然後這是控制器呢 它可以結合什麼呢 第一個 物聯網的感測數據 第二個呢 氣象資料 譬如說快下雨了 你還要自動判斷 不用我們現在就是氣象局 它都有同步了嘛 那我現在知道說 今天的氣象可能下雨機率多少 你到後台設一下 達到目的它就自動停掉了 然後季節 我可以依照季節 我後面有設定說 比如說你幾月到幾月的時候開啟 你可以設定季節 季節再下來 你可以設定時間 譬如說我今天什麼時候 然後時段 像我設定三個時段 你就可以設定 早上上午下午或晚上 任何三個時段 你都可以去控制它 那它就會自動啟動關閉 你看這個範例 它9點到11點的時候 因為還沒有達到目標 所以它把它自動啟動 然後把它拉上來 有沒有 然後呢 中間一段時間 因為它沒有在這個 控制時間之內 所以它就休息了 那到了下午的3點到5點半的時候 又到達我的時間 那控制區去判斷說 現在需要啟動開關 它又自動啟動了 它就會一直達到你設定的目標為止 所以它就會全自動工作 而且所有工作的軌跡 我都可以把它量化存下來 所以農民 像我用我這個系統 農民後面都變講師 那直訊局都把它邀請過去當講師 他都拿這個講故事就可以 他用一張圖就可以講 它半年來的故事 所以我們也可以加入這個電力分析的模組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說 你現在用電的狀況 把它數據也把它傳上去 那這個就可以幫助我做ESG的節能分析 譬如說像一棟溫室一個月可能要3000塊 那如果找到說 我這個時候某時段的電力比較大 我不需要花費那麼多的時候 我就可以自己去調整控制 那一樣用在水的時候 我們可以感測那個水流速 去控制那個水 都可以接任何的那種感測器 去做一些判斷這樣子 那這個設備的話 因為我們已經在實地上已經測試很多年 都發現一個狀況就是說 你網路也會掛掉 有可能現場能源不懂這些設備 所以你要留一個東西 就是可以手動開關 我這個東西裝上去之後 你原來的模式我不會去動你的 就接好之後 就算我這邊現場 我家人都不懂這些網路的東西 它就按下去就可以開了 它隨時需要的時候按下去 它就可以去控制這個設備了 所以就可以整合出這一套出來 就是適用於可以全自動 也可以手動也可以遠端這樣子 我們的話是感測控制平台 全部都自己開發的 所以像前面這樣 我們就可以連續串起來 來做應用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定位就是 第一個動作資料同步化 我可以同步很多平台 同步化之後 運算出結果可以怎樣 再結合控制就是萬物皆可控 這樣子 所以定位就是這兩句話就很好理解 那未來的發展的目標 是希望就是AI全自動控制 這樣子 那這邊有帶到一個就是 我們專利是無線化 就是說我的感測設備跟控制設備 是不需要中間不需要接線的 因為你在大場域的話 你在這樣接線的話 那就會很麻煩 所以有無線的話 我就可以好幾台感測放在不同的地區 控制我就放在我的控制室 這樣就可以串出一個系統出來 第一個的話 就是因為我們有結合 這個農來訓的系統 所以我們就有能夠具備說 能夠預警100種以上的這個作物 目前的場域應用 我們累積五年了 那銷售的話 這五年過程 我們一直在逐步的修正我們的系統 那以上的話 就是我們的分享 龍來訓跟ShopGPT 這樣子